我们首先就是看一下文群这方面 然后因为刚才我们也提到 就是中国因素对于大马华人 首先是华人的一些影响 然后如果是大选这方面 然后也许华人这方面也分为几个不同的一个群体 有说专门说英文的群体 然后也专门说华文的群体 然后也许受影响比较大的是说华文这方面的一个群体 然后受华人这方面 但是它也分于不同的一个进阶 然后包括一部分是老一辈的 老一辈的肯定具有中国情侣节 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然后还有一部分中年 然后中年然后年轻人 中年年轻人这方面有一部分留学台湾的 然后有一部分留学台湾的 其实它对台湾的情侣还是比较大的 然后对中国应该是没有什么样子的 这方面的一个影响 另外一个方面的就是中小企业 然后跟中国有商业往来的 然后做生意的这一部分 也许这一部分会受到中国经济这方面的影响 有一部分会有一些感官 你包括阿里巴巴进到马来西亚 然后这方面在电商这方面也有一定中小企业有一定的影响 所以华人这个群体啊 然后分为不同的进阶 不同的这个通过它的背景 它的它的行业背景 还有它的这个年龄背景 还有对中国都产生不同的一些影响 那么二位觉得 这个进阶究竟它对于中国这方面的因素 它会总体来看会产生怎样的不同的影响 或者对中国表示积极的看法 或者消息的看法分就是有怎样的不同 我觉得这个东西要关于我们马来西亚的华人 其实这个问题是也是每个人都在问的 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其他种群 包括印度人和土族 卡拉扇一般马来人都会问 到底马来西亚华人是华人还是中国人 是华人还是马来西亚人 到底我们是马来西亚人还是中国人 很多朋友在台湾这个课题都会陷入一种 自我模糊或是混淆的状况 如果你问我我申请我是马来西亚人 甚至我认为我是马来西亚人 我不是华人 我会认为我是马来西亚人 我传承的是马来西亚的华裔的文化而已 但是我的国籍我祖国是马来西亚人 很多人会问小我祖国是中国 可是中国长得什么样子他也不知道 我的主旗是广东华都 里面人物是洪秀全 洪秀全的肖像是怎样子我也不知道 其实我没有去过 所以我不认为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本身 所以我见过中华台北 驻马来西亚文化经济办事处的 这个观点在我讲说 我会比当时大陆的大使来到马来西亚 讲中国是海外华侨的良家 这个问题 这个这句话其实是很大的问题 当然你撇开他的政治立场不谈 他说你看如果马来西亚的马来人 或者是其他同胞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会怎样看你们华人 他会有一种他这句话呢就是无形之中 无意之中的制造一个隔阂 就是分裂了马来西亚的华人和非华人 分开了他们这两群人 所以这个问题其实我们还是要回到 当然大使先生讲什么东西 我们是不能够去阻止 也不能够干涉 但是我们自己本身要问我们的问题 我们本身认为我们的情归何处 相关何处 我们的情 情愿的情 情义的情 我们的家乡是在哪里 我们的家乡是在马来西亚 我们的选择把申还是中国福建的泳村 所以我们是泳村人还是把申人 这个问题我们相信问郑博士的话一定是马来西亚的这个把申 所以你看但是我们会言谈中国什么祖国 两家东西都是这些东西都加进来了 所以我认为我们的这方面很遗憾 就是很我们必须要面对这个 你说可怕吗 这个很严肃的问题 你还是要对到最后你可以逃避 但是你到最后还是要回答 我们要这样子看我们自己本身 所以如果我们看我们是一个马来西亚人的话呢 那么再先回答这个问题之后 我们再看现在的这个马中关系 投资各方面的情节 我们就很容易有一个答案 印尼华侨其实半年排华 排华事件发生 可是中国大陆有做怎样的一个 姿态来保护 海外的侨胞吗 我觉得是没有 做的是比较少了一点 所以才才发生这样的事情 那那个时候中国不够强的 还不是吧 那时候就是八年 就八年的时候 已经开始崛起了 改革开放已经超过 超过一个十多年了 是吧 八十 正少平均开放八年年 八十多年到九八 就将近二十年了 二十年了 所以所有 怎么讲呢 所以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得出 中国在面对这个课题的时候 他所采取的立场是吗 因为他把华强已经是当成是一个外国的公民了 他不能够干涉外国公民在当地国所在地的一些行政的东西 所以这个是很现实的课题而已 在法律上是讲得通的 情理上可能讲不通 但是法律上讲得通 那法律上讲得通的时候 他所能做的这个干涉也是很有限 所以 所以这个是第二个问题 我们从 我们回答 到底我们是马来西亚人 我们是印尼人 我们是泰国人 我们是新加坡人 还是我们是中国人 我们回答这个问题之后 我们就回到 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的话 那么我们的祖国 所谓的 中和民人民共和国是否会 可以伸出援手 表示慰问和关注等等 那么他能够做的是什么东西 所以 我们也从 有一个限力可以看得出 他所做的 未必 能够 所谓 给你一个保障这样 所以我认为 我们应该要面对现实 我觉得就是你本身拿什么护照 你就是什么人吧 这个中国如果他要帮助的话 所以海外乔邦 可是这些海外乔邦所持着的 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 所以他们才可以跑到大使馆去帮忙 但是如果我们 如果有事情发生的话 在国外 我们只能去马来西亚大使馆 对吧 其实我们看过来 因为刚才威威讲的 真的 我也结束这样的一个概念 因为马来西亚 我们早期 我们的爷爷奶奶 其实爷爷奶奶本身 到今天为止 他还是对中国还是有期望 问你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 他觉得中国会 他会想象 他会想象 对 所以我们本身就是马来西亚人 马来西亚人来说 只是马来西亚人 我是马来西亚的华人 那我的祖籍 祖籍是我爷爷奶奶的地方 我祖籍是海南 还是福建 还是广州 我觉得这个大家要很清楚 我就是马来西亚人 那我们看回来 马来西亚本身跟印尼 跟泰国它不一样 泰国走的 泰国印尼走的是 assimilation 童话 然后马来西亚是走 所以在泰国印尼也好 你只有 你连中文名都不可以用 你中文名都不可以用 你还是要用 Virawan 你要用印尼 这个泰国就用泰国名字 那你从小到大 你念的就是当地的国文等等 所以我觉得 以目前整个马来西亚来讲 我们要很清楚的 要告诉自己 我就是马来西亚人 那我就是马来西亚人 当然你说 我是会讲华语的 我传承华人的文化 我是马来西亚人 我是华人 马来西亚的华人 马来西亚的印度人 马来西亚的马来西亚的马来人 那当然 早期的人是落地归根 因为新中国之前 这些人 我记得我的灵机 他到病得很严重的时刻 他还是坚持 要买票回去中国 回到中国一个月过就过世了 他还是要落地归根 他马来西亚人 我们是这代人是落地生根 你没有办法归根 归回去 你也在那边未必生活得了 所以我觉得 大家很清楚的要告诉自己 我已经是落地生根了 在这一个地方 这片土地上 这片土地上就属于我的国家 我就是在这边出生土长的人 就生一丝 长一丝 就在这个地方上 所以 我们觉得中国本身的因素 对马来西亚 或者是整个东南亚的华人 其实我相信它是有帮助的 当然尤其马来西亚本身 早期因为马来西亚本身 跟其他国家不一样的 就是我们有同考 有独中生 那独中本身本身 你毕业了过 是不受承认的 我是独中生 我很清楚的 深深的感受得到了 那你不能进去政府部门工作等等 政府是不承认的 那我们就没有的选择 可能到台湾去念书 或者是台湾的 过好多同学 为了要受政府承认 要到美国念才回来 那对很多我们的这些台湾的朋友 在这段时间也好多到中国留学了 那回来的时候呢 之前的你会觉得他心里还是觉得很不舒服 为什么我不受马来西亚政府重视等等 那今天中国的节气 我觉得马来西亚政府应该要多多协助这些朋友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进来也好 台湾进来也好 就是这些受中文教育的人 他本身可以是中间人 他是一个桥梁 他可以帮忙整个政府发展起来 他也可以帮忙整个经济推动起来 我觉得这些人 马来西亚应该要更重视 今天我们看到马大 马大本身其实好多中国的学生在念博士 也留在那边做教授 我们有一个研究院 我觉得这个是好事 我相信最近这个拉曼大学本身 应该会设立一个一带一路的研究中心 是把这个明报前任主任在香港引进来了 所以我觉得绝对是好事情 这些早期留台的也好 早期这段时间在中国念书回来都好 这些人应该是我们政府跟中国本身的桥梁 把经济做起来 把人民的生活搞好起来 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因素了 每一个人他都有他的强项 每一个学生今天毕业了 在那一个国家都好 马来西亚本身 其实我们就具备这样的一个竞争力 所以中国也看好 今天到来马来西亚的时候 其实他要开拓整个东南亚 就是最好的市场 因为我本身在销售方面 在做生意方面 其实好多国家 他进来的时候呢 从中国也好 从美国也好 他都选择马来西亚 因为进入马来西亚 你就可以开拓整个东南亚市场 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强化 我们的这个优势